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卓豪洗米華的太陽城集團主席周卓華 上周5-26日被溫州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 被指涉嫌在中國非法經營博楚業務, 現在還押在澳門還監獄, 案件一共拘捕11名疑犯涉嫌不法經營賭博及清洗黑錢, 太陽城集團所有賭廳現在已停止運作。 另外亦有報導指出, 中國檢方已點名德進會、廣東會及巨星集團等3個澳門賭廳, 還說隨時會載出行動。 太陽城發言人在週二晚上11時說, 現在旗下所有在澳門的貴賓廳都已關閉。 澳門司警在上週六亦舉行了記者會, 說經過初步盤問後, 周卓華及其他疑犯承認在海外設賭博平台及進行電話頭注的非法活動, 再將資金通過貴賓廳戶口及地下善裝轉移撒下錢。 目前將周卓華還押在澳門盡減獄, 但卻沒有正面回應會否送他去中國。 有資深財經界人士分析, 今年中國提倡共同富裕, 已經由互聯網平台沿到演藝界, 有可能擴展到遊走灰色地帶跨境政權買賣、博彩中介等等。 而一旦周卓華送到中國受審, 可能亦引發商界憂慮。 周卓華其實是一個外國人士, 一直都有同國家表忠, 表態支持政府及公開感謝國家支持。 如今年的河南水災, 他曾經向當地捐款300萬, 而在2017年的香港佔中七警案裏, 七名警務人員被判兩年後, 他亦有參與演藝界人士協助七警家屬, 敬賢人基金, 基金一共捐了7條7這麽大數目出來。 另外亦有指中國星集團主席, 向華強夫婦及英皇娛樂集團主席, 楊秀成等人都有捐款。 去年開始, 網路上傳著太陽城集團財務不穩, 就是因為資助香港暴亂分子及支持狂獨, 周卓華即時開口闢謠, 強調自己是心系祖國, 亦無動機危害國家, 這點我都覺得應該是, 因為都好像沒什麼目的要去做, 都沒有利益。 另外, 根據專門報道亞洲島約新聞網站GGR ASUS報導, 在2020年起, 大陸當局在調查中提到除了太陽城集團外的幾個主要澳門道廳, 在案內被點名的人據說是內地島客提供便利的代理人, 不單止幫他們去澳門, 甚至還幫他們去海外賭博。 根據消息指出, 在去年到現在, 大陸當局有部份起訴書中提及得進及廣東會還有巨星集團, 而包括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廣東省在內的省地區檢察院, 都在2020年及2021年在不同時間亦處理涉及主要澳門賭廳案件。 報導引述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交文件指出, 這些起訴書內容提到代理人協助中國賭客參與海外代理投注。 大多數起訴書都是針對大陸居民, 澳門是中國唯一一個賭場賭博合法的地方。 根據GGRASUS網站內容表示, 至少有五份起訴書涉及犯罪嫌疑人帶中國大陸居民去澳門賭博。 其中兩份起訴書由江蘇省地區檢察院提出, 一份由廣東省地區檢察院提出, 另一份在浙江省, 最後一份在福建省。 多年以來,中國政府都一直將中國大陸客戶參與與協助網上賭博行為, 視為犯罪行動。 今年3月起,幫助大陸居民參與跨境賭博, 無論親自參與與網上參與, 都一律被大陸法律定義為犯罪。 2006年,澳門取代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博彩之都。 近年,每年湧入浩江遊客超過4,000萬人次, 澳門現在每年接待賭客超過3,000萬人次。 業界人士指出, 真正令到澳門賭業賺錢的, 就是少數進入貴賓廳的VIP賭客。 這批VIP賭客長期佔據豪江賭業收入。 澳門有6大博企,分別是新豪、澳博、銀河、金沙、永利、美高梅。 旗下一共有41間娛樂場。 貴賓廳屬於分包經營。 排在最前六大貴賓廳, 就是太陽城、廣東會、德進、黃金集團、巨星集團、行星集團。 現在太陽城已經是第一個爆破了。 同時,又有相關媒體稱太陽城以外的澳門賭廳曾經在內地起訴書中被點名。 根據消息報導,就是德進、廣東及巨星等等。 這點又會不會做到一個火燒連環船的開始呢? 假設太陽城事件只是一個開始的話, 我相信今年之內應該都還有很多賭廳要齊齊縮碎。 在這情況之下,不必要的員工一定會作出裁員這個動作。 按照這情況的話,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 有很多吃了肥雞餐的人,其實到現在, 今時今日都未找到工作。 跟著未來這半年或一年內, 其他道聽到收皮的話, 這部分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到時會有幾多人出來找工作。 以澳門狀況來說, 不要說現在疫情之下經濟差、運功難。 就連經濟好時, 都會有幾多人出來找工作。 都吸收不到這麼大部分的勞動力。 更何況是現在經濟那麼差呢? 到現在, 太陽城這件事會是單一事件。 第一話是政府想順勢順便整頓整個行業。 這一點就真是要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未來是怎樣發展。 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你們又認為今次太陽城這件事, 是個別事件還是會造成一個火燒連環船的效果呢? 在下面留言說下你們的想法, 我們知啦。 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些什麼想說呢?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 我下集再見啊! 我下集再見啦! 好好, 我下集再見。 沒問題, 我下集再見會不會被禁言。 我下集再見吧! 我下集再見。